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诸般的方法教导人认识祢 我们开始研究学科的时候 祈求神赐下圣灵 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祢的爱 祷告奉耶稣圣明 阿们 以士人在埃及经过四百年的劳疫 他们与上帝的关系已经逐渐淡薄了 一如计划 上帝采取了主动 借助更新他与阿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盟约 来修复以士人和神之间的关系 接着以士人就有责任 尽他们在盟约中所善明的义务了 好了 今周学科我们就分三个分筹来一起探讨 第一 准备盟约 包括上帝里周近人类 以及上帝救赎人类 第二 签处盟约 量容有西里山十戒以表号 第三 盟约中的责任 包括信从和承诺 我们先来看准备盟约 上帝里周近人类 祭埃及记十九章四节讲到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 你们都看见了 且看见我如应将你们背在翅膀上 带来归我 上帝向以士人施恩解教他们脱离尘耗的奴役 并温柔地带领他们进入 与上帝的一种新的盟约关系 在《生命记》里面 有记载了两种比喻 来代表上帝如何对待以士人 在《生命记》三十二章十一节 记载 由鱼鹰狗动草窝 在初鹰以上两次先展 接嘴初鹰背在两翼之上 鲁鹰一般在高山的峭壁上捉层 当小鹰长大到可以学飞的时候 鲁鹰就会将小鹰推出筹 来教导他们学飞 当小鹰就快跌到地面的时候 鲁鹰就会俯衷到小鹰的下面 然后将它背起 之后再飞到高处 再放他们下去 鲁鹰就是这样 很有耐性地教导小鹰学飞 直至他们学会飞行为止 刚才的经文就用了老鹰教导小鹰学飞 来描述上帝好有耐性地教导以士人 而另外一个经文在《生命记》一章三十一节 经文说 经文描述上帝就如一位以手引导儿子 并保护儿子的父亲来看顾以士人 我们需要上帝温柔地带领我们 并保护我们 直到我们与他的关系完全成熟为止 接下来看上帝教导人类 初一级记十五章十三节 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 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 在初一级记六章六到七节 上帝说明教导以士人的第一个步骤 乃是将他们从奴役中解救出来 教导者是各位帮助 属出那些因不能够还债而成为奴役的亲人的人 这位教导者将田地属回 或将那位亲人从奴役中解救出来 上帝就是那位以士的教导者 要解救他们 上帝就必须好像初一级记三章八节所说 下来教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上帝为了要教导以士人 和教导我们 要付出什么代价呢 他必须下来来到这个世间 成为一个人 并为我们的罪负上代价 死在十字架上 正如本会圣经注释第七卷 或议论所说 依照基督自己所颁布的律法 丧失的继承权 需要由最近的亲属宿惠 耶稣基督脱下自己的皇后和冠冕 神圣披上人性 唯要担当人类的替身和忠报 他在人性中受死 以便借助他的死 败位那长死权的 基督不能以上帝的身份成就这时 而是作为一个人受死 他借助死而战胜死亡 基督的死败坏了那长死权的 为一切接受他为个人教主的人 打开坟墓的门 的确耶稣唯要拯救我们 他下来来到这个人间 成为一个人 然后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 接下来我们看 签柱盟药 山下山十戒以表号 最及记二十章三节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的神 这个经文就是十戒的第一条戒名 盟药的签柱是被记载在 《最后及记》十九到二十四章 这个经文很详细记载 立药的事件的经过 首先讲到上帝带领耶稣人 避到西内山 然后向他们提出并说明 所有立的盟药 而耶稣人民众的反应就是 他们接受了这个盟药 之后他们要自杰三人 并在山的周围立一个范围 以免任何人太过接近上帝的所在 之后上帝立家宣告十戒 而摩西就被拣选 成为盟药的中间人 来坚定这个盟药 之后详细地讲解这个盟药的原则 最后百姓确认这个盟药 盟药就在七十位长老面前被确立 而盟药的血 也都沙在百姓的身上 表示以斯文中接纳这个盟药 自来圣经记载 上帝帆腐以斯人 说他建造圣所 使他们能够更好地 来到理解这个盟药的条件 和意义 上帝使用圣所 和他的颂志 来作为属天真理的一个表述 就是教肃的计划 事实上上帝的教肃 是超越了从埃及的奴役 被解放出来的意义 他更加是指向 那位背负我们的罪在他身上 并好像牺牲的祭生 为我们而死的利财 这就是永远盲弱的 真正意义和目的 亦都是我们上主向堕落人类 所提供的救恩 接下来我们讲到盟药中的责任 包括信从 三明记十一章十三节 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 所吩咐你们的戒为 我耶和话 你们的上帝 尽心尽胜 事奉他 信从 乃是盲弱的关键约事 意思指问在生理身之前 就必须要信从上帝 他们必须信从上帝 将血抹在门框上 以致他们可以离开埃及 若信从是留在盲欲之中的条件 那么这个意思是不是说 我们可以被我们的信从 所拯救呢 会人知我们是不是可以 扣着行为赚取救恩呢 答案是 不是的 救恩是单单凭着信 信从不过是 真信心的结果而已 信从使我们在宿令上 三智上 道德上成长 尚人能够因我们的信从 而使用我们 去向万国万民宣讲福音 接下来盲若中的责任 第二 以诚文有好的意愿 但可惜的是 他们却没有遵照上帝 所吩咐的一切会行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尝试 以自己的能力去信从 在以卓下书64章6节讲到 我们的努力在上帝面前 就如同污坏的衣服 以诚文笑了一件关键的材料 就是信心 不过之后 他们开始相信 严格地遵守律法 即使他们做到的话 会使他们得到 承受救恩的资格 我们要明白 并非是我们自己的公义 拯救了我们 而是上帝的公义拯救我们 当我们凭着信心 接受这一点 上帝就能够在我们里面工作 就像肥立比书2章13节所说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 唯要成就他的美意 在喜乐的传言 华尔伦方说 由于他的罪 我们的本性堕落了 无法使自己成为义的 我们既是有罪不结的 就无法完全信从圣洁的律法 我们自己没有意 可以满足律法的要求 但是基督已成为我们 开辟一条逃生之路 他在地上 经受了我们所经受的 种种思念和试探 他度着无罪的生活 为我们写命 如今他又要除去我们的罪业 将他的意刺给我们 如果你献身给他 接受他为你的救主 你以往不管有多大的罪业 上帝必因基督的缘故 称你为义 基督的品格代替了你的品格 你被占纳到上帝面前 就像没有犯罪一样 我们应当充满感恩 因为耶稣的缘故 我们可以得称为义 愿意我们都接受神 给我们这份礼物 好了 我们今课佩述到这个结束 我们下一课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